民眾大包小包剛下飛機 這班機都是從青島飛到桃園的民眾 大選不到兩個月 近日多次傳出 中國頻頻以參訪團名義 招待全台各地村里長到中國觀光 但這次對象卻傳出是 北部多家學校校長及主任 強調是利用休假自費出團 太看行程表一看 一共五天四夜要到中國山東 第一天從桃園出發 隔天就開始參訪當地小學跟知名景點 到了第三天同樣也有校園行程 第四天赴青島同時參觀五四廣場 有民眾爆料五天四夜参訪行程 居然只要九千元 基隆市教育處的公務人員 在這個時刻還要跑到中國去參訪 我們基隆市的教育處 到底有沒有在把關 出外參訪的性質一定是教育相關 那這個據我所知 應該不是首例啦 議員跳出來痛批基隆教育處沒嚴格把關 到山東玩五天四夜平均要花三萬多塊 但校長們只花團費九千元 差額到底由誰補足 尤其參訪時間敏感 不免讓人產生戒選疑慮 否認被中國招待出遊 但在機場出關時有看到另一個里長旅遊團 也從山東回來 儘管舉辦方多次強調 是以環境和教育為主軸 面對指控校長們很低調 議員也提醒金龍市教育處得看緊 就怕中國觸手深入教育界 一不小心落入紅色陷阱 三地新聞 石敏騎林中海區道雲 桃園基隆採訪報導 哪吶武裝